昨天我们说到,萧日才看着苍蟲渡人和田不易已经快走到洞口,要走出去了,他的神色非常复杂,突然间终于叫了声,田师叔,田不易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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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嗯,什么事啊? 萧日才靠在石壁上面,微微笑了笑,哎呀,你看我这个人,真是大忘记了,去年去大触风拜访师叔你的时候,苏如师叔提过,说想要一粒东南沿海特产的大贝珍珠,这次来到东海,我刚刚好找了一粒,你不如过来看一下,田不易沉淫一阵,又看了一眼萧日才, 那才小笑话,哦,是吧,你不说,我居然都忘记错了,你还算有心,不是,我翻到大触风之后,恐怕被你素师叔翻到死了,说完之后,笑一笑一走回头,苍蟲渡人望着一眼,停一停,但是,当然也不会打听什么珍珠的事情, 就走出去,于是,整个山洞里面,就只剩下田不易和萧日才两个,田不易一路微笑着走回头,走到萧日才面前坐下的时候,面上的笑容,才忽然间不见, 他向后望着看,然后才说,你素师叔的脾气,向来都是爱和内感,一百年前,他自己就走来东海那里找什么大背珍珠了,你的时候没什么人,有什么事,你但广无房了, 萧日才点了点头,看着田不易说,师叔你果然精明,我留下师叔,其实是想跟你谈下,你门下张小凡张师弟的事,田不易眉头一皱,心里面吃着惊, 他有什么事啊,萧日才压低一皱,小小声地,将在山洞之中,鬼王两妇女,和张小凡之间的对答,说了出来, 咦,说完之后,萧日才沉默着一皱,他才说, 田师叔,这件事我犹豫了很久,但我想一下,怎么都不能够瞒你,我…… 嗯,田不易卡的口气,点一点头啊, 萧师侄,我明白你的意思,多谢你了, 萧日才点了点头,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呢, 田师叔,我看张师弟,虽然是识了鬼王两妇女, 但是似乎并未入到邪道, 只不过魔教中人阴险毒辣,张师弟的年纪又那么轻, 恐怕,可能会有点危险, 哼,你个畜生,你看我回去怎样教训他, 田师叔啊,有句说话,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田师叔啊, 我知道所以私下跟你说张师弟这件事, 就不希望闹大这件事,你能够妥善处理, 苍从师叔他向来,都掌握着青云门的刑罚之责, 而且性格又比较刚强,如果比他知道,恐怕张师弟, 唉,毕竟,他都是你门下的弟子, 这么多年来,你恐怕也花了不少心血在他身上, 如果真的搞大件事,不单止你和苍从师叔, 面子上都不好看,所以,如果张师弟没什么大错的话, 你私下教会他一番,那就应该算了, 田不易丹高头,深深地看了萧日才一眼, 忽然说,萧师侄, 你果然有大将之风, 值得不枉掌握师兄这么大意重你, 日后掌握之位, 看来非你莫属啊, 萧日才微微点了点头, 田师叔你过掌了, 田不易丹的时候, 面色已经变得很平静, 好了,你也休息一下, 你番好意,我大触风会记住的, 好像是有意无意之间, 田不易在大触风三个字上面加重了语气, 而萧日才似乎什么都听明白, 微微一笑, 次叔太过客气了, 田不易点一点头, 另转身走出去, 当晚, 田不易一的人, 站在树林那里站了很久很久, 连他妻子苏鱼走到他身边, 他好像整个都呆了一样, 一路到苏鱼轻轻拍到他肩膀, 他这样才发觉, 哦, 是你呀, 在这个清淡的夜里面, 苏鱼似乎都还那么美丽, 那么动人, 岁月, 似乎从来都没有使他容颜, 有半点的损伤, 他看看田不易, 你刚才叫大人, 回来就将小帆叫到来这一树, 怎么知道小帆不在这儿, 我要他去金刚门大力专者那里看看, 应该很快就会过来的, 田不易点一点头,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望望苏鱼, 还是没有开口, 苏鱼说, 自从你看过萧日财回来之后, 就一直皱着眉头, 究竟有什么事呢? 田不易透了一口长气, 面色放松了点, 笑一笑话, 我就知道门离不过的了, 跟着就将萧日财 对他所说张小帆的事, 就说了一次, 苏鱼听完之后, 想一想, 他就领领头说, 不要说小帆到底是否和魔教的鬼王, 还有他的女儿识得, 就算真的识得, 如果说小帆就这样入了魔教, 甚至说他是魔教派入清云门的奸使, 我怎么都不信, 这一层,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了, 不过我以前收了六个徒弟, 由老大到老六都没有一个会惹出那么多事来, 搞得我那么烦的, 苏鱼望出他一眼, 是, 不过由老大到老六, 也都没有一个像他那样, 在七墨大会上面, 哇, 用你这么有光彩, 田不易窄一窄, 但嘴巴不肯认输, 黎着书鱼一眼, 哼, 那叫光彩吗, 被人用雷砍刀, 好像烧窿石头一样, 哎呀, 我的田师兄, 听我三百年前, 你自己参加七墨大会的时候, 亦都只是入了前四而已吧, 田不易被那妻子翻出旧帐, 都康堂面色有一点尴尬, 但是我, 哎呀, 还不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挂住你, 比试开始那天晚刻, 还就去找你, 和你一起撩出去通天风的红桥上面, 看星星, 看月光, 搞得整晚没睡, 到比试的时候, 没了精神, 那边是曼斯英的对手呢, 呸, 骚如呸的声, 但是面上, 他又泛起了淡淡的红韵, 看上去真是有无限的温柔, 似乎, 随着田不易的说话, 他亦都翻到了年轻时候的夜晚, 哼, 曼斯英的绝顶聪明, 在我们这辈弟子之中, 除了道元掌门师兄, 在道法的修行上面, 还有谁给得上他呢? 你算老几呀, 入队前四呀, 你师父都不知道多么高兴了, 还想打败曼斯英? 田不易笑一笑, 心情也好了很多, 曼斯英他肯定是胜过我很多啦, 不过当年, 似乎你在他和我之间, 船中我吧, 看上来, 我是不是还有些地方比他聂聪明呢? 哼, 当时呀, 我肯定是跪迷了心晓, 瞎着对眼, 才不选曼斯英, 选你而已嘛, 田不易听了也不生气, 只是看着妻子, 眼里充满了笑意, 忽然伸了手, 拉住了苏鱼, 那只柔弱毛骨的手, 苏鱼瞪了一眼, 喂, 那么大年纪啦, 还那么肉麻, 如果过一阵, 小凡过来的话, 被他看见, 那像什么样啊? 田不易微笑着不出声, 苏鱼跌低头, 但是也都没把手抽回来, 夜凉如水, 四下无人, 清凉的晚风, 慢慢吹过, 发动了夜色的树梢之头, 过一阵, 苏鱼忽然说, 其实我觉得小凡现在的样子, 跟你当年真的很似的, 你自己, 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田不易走一走, 不是吧, 我像这个笨石头, 哼, 你说你自己啊, 其实你当时看上来, 那个样子也都不傻傻傻傻傻傻的, 人家都以为, 你比不上你那些意气风法的师兄师弟, 但是最后, 但是最后, 在大竹风一脈之中, 成就最高, 道法最高强的, 反而是你, 你师父后来, 也都不是把这个手座之位传了给你吗? 那, 那些呢, 这些呢, 就不是靠个样子, 也都不是说, 也都不是一个港字, 是内里真是有乾坤, 这叫做内手, 内涵功夫好, 实力真正高, 所以还, 我哪有像他那样, 看他样子都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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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的, 我是里面精明的嘛, 哼, 你啊, 大了年纪了, 面皮都厚了那么多, 唉, 真的没你瘦啊, 但你说回小凡啊, 我不信你看不出, 以他这两年的表现, 就算没有林京与鹿雪奇那么充慧的资质, 但是也都不能够说是傻瓜而已, 我看他在道法上面的进境, 也都绝对不慢, 只不过头那几年, 被你冷落了, 所以有点自卑, 缩手缩脚, 目目睹睹那样嘛, 说到这儿, 苏鱼似乎又想到什么样, 沉默一会儿, 他才说, 但我一直都想不通, 当年最粗浅的太极原青道, 第一层的道法, 他怎么会足足用了比普通人多了三倍的时间才练好呢? 田碧尾摇摇头, 吐了心中的一口闷气的话, 现在不用想那么多了, 等一会儿老七来到, 我当然要好好地问一下他, 这一段时间他究竟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事是我们未知的, 你呀, 等一会儿不要对人家有凶神恶杀的样子, 他都没说出来, 就被你吓得什么都说不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一见他, 他心里有股气, 永远都顶着顶着, 其实你还不是想他这个目前最有前途的弟子更加好一些, 不单在道法修为上要更进一步, 就算你平时待人处事, 你都想他好像齐浩萧日才那样左右逢远, 将来说到这里, 苏如微微叹一口气, 就收口不说了, 将来怎么样, 不宜, 唉, 以你的个性过得这么多年了, 我都见不到你改得好像当年万师兄那样, 所以呢, 唉, 我明白你的意思的, 江山移改, 本性难移, 你这块木头, 想改得他好像齐浩那样, 唉, 哼, 如果小凡知道, 他这个一向都看不起他的师父, 原来对他有最大的期望的时候, 你又他的心会怎样高兴呢? 哼, 什么最大期望, 看他傻奸奸奸的样子, 还想我对他有什么最大的期望? 难道, 我真的会将大触风一脈的希望寄在他身上, 会将有手座之位? 唉,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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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犯梦的他, 素鱼站在他身后, 微笑着看着他, 感觉到, 握住自己这只手的, 他的手掌心, 不断温暖, 不断宽厚, 似乎这三百年的岁月, 一点都没有改变, 这个时候, 宋大人已经在石头, 和他师父大力专者住的地方, 叫回了张小凡回来了, 一路上, 夜色深寒, 除了几个守夜的弟子, 众人都已经回到自己住的石洞之中, 宋大人看着, 就来回到大竹风住的那个洞月里面, 张小凡就在树林里面见师父, 他的心始终有点不放心, 对张小凡说, 小凡啊, 我都不知道师父是什么事找你的, 但我看他在萧日才师兄那里, 回到来之后一直都皱着眉头, 恐怕有些事不是那么高兴, 张小凡听到, 他心更坦忌不安, 不知道是不是萧日才, 那天将鬼王和碧瑶, 和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呢? 如果真是这样, 师父问起的, 自己应该怎么解释呢? 宋大人叫张小凡没出声, 以为他的心有点害怕, 于是笑一笑, 伸手拍拍他的头, 小凡啊, 你不用那么担心的, 师父虽然严厉, 但是他心里面, 其实很爱惜我们的弟子的, 但是你最紧要, 就不要突然冲动了上来, 再顶撞师父了, 那时候, 我们都没办法为你求情, 大师兄啊, 大师兄啊, 我, 我前两天这样对你, 真是对不起了, 你不要怪我, 说这些做什么呢? 快点去啦, 哈? 张小凡一个人, 走入了森林里面, 似乎, 黑暗就在森林深处, 呼啸一声, 总动过来, 马上就将他包围了, 张小凡停一停, 他的心动了动, 过了一阵, 双眼才渐渐适应了, 树林里面的环境, 这个森林里面, 看上来是这么静的, 白人那些小鳥的叫声, 野兽的呼吸声, 似乎都沉着了, 只有在远方大海深处吹来的海风, 吹过了森林的上方, 吹动了树梢, 啥啥声响, 张小凡一路, 默默地向前行, 他一点都没有留意到, 在他走来的路上, 在黑暗的深处, 突然间, 无声无息地, 亮起了两团红色的, 好像燃烧着恒意一样的火焰, 就好像一个人, 愤怒的双眼一样, 你双眼紧紧地盯着他, 而且, 你的身影, 静静静地向着张小凡, 一路逼过去, 究竟这个人是谁呢? 他要对张小凡做什么呢? 我们暂且不说着, 回头再说一句师傅田北尔, 等了很久之后, 田北尔有点不耐烦, 走就眉头说, 怎么办的, 他连这么久都还没来的, 素鱼望着他一眼, 哪一日这么快呢? 大人走去找他, 他由大力专者那里再回来, 就算你叫他跑, 都要有牌的啦, 你怎么都不能够, 要为了他这些事, 就藤魂驾舞地飞过来吧? 嗯, 那倒是, 是的, 不义, 开始的时候, 我有件事一直都不明白的, 什么事呢? 如果小凡真的像萧日才说的, 和鬼王两父女相识, 于情于理, 他们应该和苍松师兄说是是的, 但他私下跟你说, 反而瞒着苍松师兄, 而且平日他和我们大触风又不是那么熟, 我觉得有点不对路了, 哼哼, 这个人真是不简单, 据我所知, 掌门师兄这几十年, 转身收睹, 门中的事情, 大多数都是交给苍松为首的几个掌路处理, 所以青云门下, 有人已经私下议论, 说苍松已经是龙首峰的掌门了, 苍如听到不敢整身一阵, 他拉拉田不宜的衣服就说, 这些说话你千万不要乱说, 你又曾我当然明白, 不过, 不过, 你们知道, 青云门两千年来, 特别由青叶祖师, 创下着青云七脈以来, 掌门之位, 一向都由长门通天锋的弟子接任, 但你现在, 苍松在门中, 达高望重, 道发高强, 姓王更加紧紧低于道元氏兄, 本来, 萧日才招任掌门, 应该毫无意义, 但你现在看上来, 似乎就有点疑问了, 创下这二八年来, 一直都执掌青云门的刑罚之时, 平时除了道元氏兄, 他早就不将任何人摆在眼里, 萧尸侧他有点担心, 那么是情理之中, 萧尾跌下头说, 不宜, 这些所谓的掌门之争, 牵涉很大的, 你千万不要哭得太深,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是, 我是一默手座, 又怎么会避得开去呢, 今天萧日才, 既然对我表示了好意, 也就是为了, 日后万一有什么争执, 留分一道情片, 而我们, 也只能够见一步, 走一步了, 这个时候, 张小凡正在树林里面一路急行, 怎知, 刚刚走了几丈远, 忽然之间, 哦, 哦, 一阵鬼叫之声, 直逼入耳, 张小凡不禁大惊失色, 他马上轮转来一看, 哎呀, 当堂面色的白者几分, 只见, 在他身后, 黑暗之中, 慢慢, 亮起一个, 闪着暗红色光黄的俘虏头, 正是飞起半空, 一路旋转, 那些鬼哭之声, 在那个俘虏头漸漸停下的时候, 也都慢慢停住了, 这个俘虏头的面孔, 正是对着张小凡, 张小凡只是见到, 俘虏头, 那箱陷了在眼康里面, 居然有几点的鬼火, 在那儿闪着闪着, 忍不住全身打着冷震, 过了一阵, 在那个俘虏头的背后, 慢慢又升起了两个身影, 趁着红色的俘虏头的光芒, 张小凡看到了, 其中一个, 是又高又瘦的老人, 面目非常之真灵恐怖, 但是瘦得, 几乎好像皮包骨一样, 只见他伤眼, 死死地盯着张小凡, 他心情都不知多么粉痕, 另外一个人, 他样子又很狼狈, 虽然个头高大, 但是比那个高瘦的老人, 好像麻鹰捉鸡仔一样, 执着他后领, 撕在半空, 张小凡定眼一看, 哎呀, 原来这个人是认识的, 正是那个野狗道人, 那个野狗道人看见他, 他也都很诧异, 但是马上好像看到旧星一样, 指着张小凡说, 吸血老前辈,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杀了你那个徒弟, 吸血鬼姜老三啊,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没关系, 我们明天再说, 优优独播剧蜡心的部分zt, 让我们明天再说, 没有那么熟, 他们好像在救给你, 我们明天再说, 是要认识益吗? 再说,